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七讲 上一讲以以西节书一章为中心说明了关于基禄伯的首领四伙伍的话语 说了四伙伍的脸和翅膀各有四个 并且只听神的原本的声音而顺从并行动 不顺从其他任何声音 任何天使长的声音都不听 任何人也都是一样 只有听原本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的神 三位体的神的声音顺从 四伙伍还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全身都满了眼睛 看以西节书十章十二节书 他们全身连背 戴手和翅膀 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 这四个基禄伯的轮子都是如此 在启示录四章六节和启示录四章八节 也记录着四伙伍的前后和翅膀 遍体 内外都满了眼睛 像这样 四伙伍有很多眼睛 是要与检查一切的四伙伍的使命有关联 因为四伙伍在神的身边护卫 所以要时常周密地查看周围 并且四伙伍还按照神的命令 要检查遍地 当然父神还让七林也检查 在这地上生活的人们 但是四伙伍不只是检查这地球 连整个宇宙也在查看 用满了全身的眼睛 掌握一切的状态 任何视野不能逃脱四伙伍的视野 连邪灵的动向四伙伍也能全部掌握 因此在紧急情况时 能立刻动员麾下的基禄伯 灵界秩序竟然万无一失 属于父神的灵界也好 丑丁木鬼撒旦的灵界也好 秩序非常准确 所以我们主也说过 秩序是非常准确的 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 我们人做的总是都有漏洞 即使护卫总统 无论警卫有多么好 有时呢 也会被暗杀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天国的组织有多严密 全部呢 都在检查 丑丁木鬼事件呢 也都在检查 所以才能保守我们 因此在紧急情况时 能立刻动员麾下的基禄伯 因四伙伍的全身满了眼睛 所以能完全地担当 护卫和警戒的 基禄伯本来的使命 但是四伙伍各自检查的领域 略有不同 首先带有人的脸 的人子伙伍 检查每个人 有多么效法 父神的形象 大家要认真听 当所领养 以后呢 都会有帮助的 带有人的脸 的人子伙伍 查看每个人 有多么效法 父神的形象 比如说效法了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那么效法越多 就越能得到神的爱 得到保守 祷告也是一样 也会迅速得到应允 更正确地说是 检查从人的口中 所出的话 因为在马太福音 十五章十八节 前半节说 唯独出口的是 从心里发出来的 所以看到口里 说出的话 就能分辨出 那心 查看人用嘴 犯多少罪 并且查看那行为 查看一个人的言行 测定他有多么 效法神的形象 其次 狮子火物 检查个人 有多么刚强壮胆 测定神的女们 在艰难的处境时 有多么坚守信心 以主的名 有多么壮胆 前行 例如查看因主 因信主的缘故 遇到生命威胁 或逼迫时 是否屈服 旧约 新约里的先知 主仆 都是一样的 门徒们都是 坚持信心 到底 直到殉道 因此 他们在天国里 进入到那么高的排名 进入到24长老里面 没有像大卫和 格利亚 征战时一样 在熟肉上 是很难得胜的情况 狮子活物 正确地查看 在这样的情况 是否用信心壮胆前行 要么还是因惧怕 而后退 不仅是表面上 能看到的样子 也能正确地 看透内心 其次 因的活物 见察每个人心里 有多么鸣刻神的话语 并成就在心 鸣的视力很好 所以连远处的小小的东西 都能正确地捕捉 像这样 鸣脸的活物 会毫无差错地 查看每个人的心 老鸣在空中那么高 也能看到地面上的老鼠 再移动 不是只看人的表面来分辨 而是连内心都能正确地分辨 把神的话语 刻在心里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抓住神的话语 祷告 这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把话语刻在心板上的证据 如果时常这样浮现话语祷告 怎能不完全地成就在心里呢 是能够成就的 最后 牛脸的活物 检查个人的尽忠方面 常汉不管有没有人看 是否为了神的国一向尽忠 看有多么竭尽全力 担当交托于自己的使命 例如主仆或工人当中 有真的以火热的心 不断探访被传道的人 相反也有 作为使命者 勉强吃力地去做的人 也有 谁也没让座 也不检查 却一向守自己该在的位置 时常参加各种礼拜 或聚会的人 相反也有 因为是检查出席记录 所以勉强参加的人 祷告也一样 养生戏 祷告的习惯 不是他人能代替做的事 要以爱护神的心 自己致死身体 不断地努力 只有祷告才能得到 从上头来的恩典和能力 而割离内心 行内心割离的结果 即使不是很明显的显露 但是能将神的话语 用信心不便地忍耐而祷告的人 这样人能说是 拥有父神所愿的属灵的 尽忠 但是看参加大力祷告会的圣徒们 心和样式是各式各样 有在祷告开始之前 就来到圣殿做准备祷告 一直到祷告结束为止 不离开座位 而把时间完全献上的人 也有过了数年 也一向是那样守自己的位置 不便地祷告的人 那样人真是蒙福 相反还有 即使是每天参加祷告 却迟到或是中途来回出入的人 还有以忙的借口 疲倦的理由 而偶尔缺席的人 祷告时的心态不说 只看表面上看到的样子 就有如此的差异 用祷告速身 努力开啃心田的事 是圣徒们在神面前要做的 重要的尽忠的表现 但是每个人的尽忠的程度 各不相同 牛脸的活物正确地 检查每个人的忠诚度 因此即使圣徒们的 尽忠和献身 没有人知道 神却正确地知晓 因为通过四活物 通过七灵 还有许多的天使们 仔细地接到报告 并且神安个人所行的 以天国的奖赏来回报 也让在这地上得到祝福 各位圣徒 虽然四活物 检查的方面略有不同 但是综合为一个 就是心成就了多少灵与善 相反来说 四活物还测定心里的恶的大小 有谁说恶言行恶行 有谁毁谤神的国 四活物毫无遗漏地检查 人子活物查看人们 用嘴唇发出的不平不满 论断定罪的每一句话 世子活物还检查人们 在某种威胁面前 有多么奸诈悲怯 人们在表面上像是尽忠 但那是为了给 那是为了给人看的尽忠时 牛脸的活物 马上就能知道 祷告也是一样 因为有人看 所以才祷告 祷告是献给神的 为什么就想不到 神都在看着呢 因为有人看 所以才做祷告 那这怎么可以呢 神的话语不铭刻在心 过假冒为善的 像生活的人 鹰脸的活物 是不会放过的 四皇屋的全身 全身满了眼睛 就像这样能执行 检查一切的任务 各位圣徒 四皇屋不仅是检查 还以各有独特的作用 并且还拥有各自角色 所需要的大权柄 首先带有人脸的人子活物 的任务是什么呢 人子活物 有命令基督博 而使其活动的权柄 在了属灵世界的基督博的数目 多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多天使的数量 也多到我们人类 无法想象的程度 比如说 大家想 可能天使有一百亿左右吗 那只有一百亿 怎么能行呢 原来神创造的时候 创造了非常多的天使天君 另外神还派遣保守 这地上信神的人 或是那些数字 加起来就多少 但是 抽屉魔鬼呢 也是一样 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 三分之一的天使 大部分都被困在 无底坑里直到现在 只是被放了 极少一部分 疑惑不幸的人 那么三分之一的天使 其实是也很多的 大家呢 要想到这些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多少天君和天使 而且基路伯的数量 也多得 我们无法想象 四活物是许多 基路伯的首领 四活物指挥 各基路伯在所在的各地 担当护卫和警戒的使命 这十四活物当中的人子 开口下达命令 上一讲说明了 把守伊甸园生命述道路的事 也由基路伯担当 自从亚当不顺从被赶出之后 神让基路伯和四周 转动发火焰的箭 把守在伊甸园的东边 现今的仍存在 那些基路伯也按照 人子活物 口里发出的命令活动 其次 狮子活物有主管栽样的群柄 在这地上 狮子也称为动物之王 狮子只是发出咆哮的声音 其他的动物就会受到惊吓 像这样 狮子活物开一次口 地上就临到很大的灾样 并且那声音像是雷轰 因此 狮子活物不随时随便开口 那么大家呢 还要感谢大家 鼠灵的耳没有打开 如果鼠灵的耳打开了 那么听到狮子活物的咆哮声 耳朵该多受打击呢 在圣经里记录的灾样当中 有着狮子活物做工的情况 例如索多玛和俄摩拉火的灾样 就是狮子活物开口降下的情况 看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说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 就在这时是以狮子活物的裙柄降下了硫磺与火 就是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就是说耶和华是吩咐狮子活物的 在明书记十六章里记载 敌对摩西的可拉党受审判的场面 在明书记十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说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党的人丁 财物都吞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 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河壁 他们就从灰中灭亡 地叠开是和地震是一样的现象 这也是因狮子活物发生的 火山爆发这些都是由狮子活物主管的 也是狮子活物主管的 狮子活物还主管疾病的灾压 在历代之上二十一章十四节中 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与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像这样某国地区突然疾病猖獗 许多人死去的灾压 也是由狮子活物做工的情况 看启示录就能知道 在七年大灾难当中 这地上临到灾压时 也是由四活物直接干预 在启示录六章一节中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说你来 声音如雷 大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吧 每揭开一印的时候 这地上就临到审判的灾压 在启示录十五章七节中 四活物中有一个 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 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把金碗一个个的倒在地上时 会临到很大的审判和灾压 审判的灾压 因此在这里就能知道 四活物中的一个就是狮子活物 只要借助狮子活物像这样 由主管栽样的权柄即可 四活物中的阴火物有打开 并关闭天门的权柄 在这里天门是在我们生活的第一层天 通向第二层天的门 第一层天处处都有通向第二层天的门 就是说第一层天空处处都有通往第二层天的门 如果想用科学或理论来听 就无法理解 用鼠灵方面听才能理解 第一层天第二层天 那么这样不断地往上升 以光的速度要上升数十亿年 这样上升之后门打开 然后进入第二层天 不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已经学到了 是有通往第二层天的门的 打开并关闭这门的权柄就在阴火物那里 阴火物用有力的翅膀打开或关闭这门 但是这时不是其他火物只是看着阴火物所做的 其他的火物也一同展开翅膀 打开并关闭天门的权柄 虽然在于阴火物那里 但是四火物一同行动 那么看圣经 比如说斯里凡执事被石头打死 我们主站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看着他 主在看镜中的成圣的儿子行全能 但是因为人们的全能成了极度的对象被石头打死 是不是会很紧张呢 当然从宝座上站起来往下看 斯里凡执事正式看到了主 那么谁会打开这门呢 是其中的一个火物 打开第二层天 第三层天和第四层天 因为那时是我们神是在第四层天的时候 不是从第三层天下来的 是在第四层天 我们的主也在哪里 那天空呢都要被打开 因为打开了 所以斯里凡执事说天门打开了 看到我们的主站在上的宝座旁 但是因为人们不信救出他 说再忙的话 然后用石头打死 斯里凡执事也是因天门打开就看到了 也打开了灵眼才看到的 那么这都是四活物来活动的 虽然四活物的使命作用各不相同 但是如同一个一样行动 比如我们身体的各肢体使命都各不相同 用眼睛看 用嘴吃 并且还说话 鼻子闻闻 用耳朵听 这是主要的使命 脚走路 手拿东西 等各肢体的使命不同 但是大家如果想喝水 不只是一个肢体工作 同时要有几个肢体一同行动 首先眼睛要找水在哪里 脚活动走到有水的地方 手要把水倒在杯里拿到嘴前 由嘴来喝水 像这样虽然各肢体的使命不同 但是时常要一起行动 那么水进去后又湿润嘴舌头 又下到嗓子 经过肠胃 要经过五脏六腑排出体外 肢体会一起行动 说我不认识你 因为是你的使命 你自己看着喝水吧 如果是这样会怎么样呢 四活物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但也是一同活动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 打开第二层天的门呢 圣经里的例子 可以举浓药的洪水时 打开第二层天门的事情 这是伊甸大园的全园裂开了 那地方的水倾注在这地球上 那时是打开了第二层天的门 并且洪水过后 水势溅落时 也是通过第二层天的门 覆盖地球的水回到伊甸 就是这种情况 甚至有阴火物 主导打开并关闭天门的事 所以各位 如果阴火物不帮忙 我们怎么能用眼睛 看到云层出来进去 怎么能看到星星的移动 多感谢呢 理论上讲来说 属肉上星星可以移动吗 不可能的 这样打开天门 所以用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到 伊甸大园的星星移动 就像在这里空间移动一样 实际上天上的星星 是不能那样移动的 大家在修理换上能看到的 也是因为打开第二层天门 才能看到的 像蜻蜓的移动呢 也是如此 打开属能的空间 这样聚集到空间里 让它们集合 蜻蜓这样顺从 那么让蜻蜓这样顺从 也要有四活物来帮忙 从而来保守大家 度过一个没有蚊子的修炼会 多感谢了 父神让我们受徒们看到 多次从第二层天出现云彩 又消失的场面 彩虹的出现 还有双重三重彩虹的出现 都看过无数次 当时也是由因火物 打开第二层天的门 最后由火物 有主管第一层天的天气 和气候的群柄 例如 聚集或分散云彩的事 降雨或停止降雨 雪 薄子的事 掀起台风 或是消灭台风的事 打雷的事 等牛火物都能主管 这地上的天气和气候 原来按照神所立的自然法则运转是正常的 但是人类在发展文明的同时 因着严重的环境污染 打破了自然法则 现在地球上到处都在埋怨神的人 遇到什么灾难呢 就埋怨神 雨下了很大的下暴雨 说人死了就埋怨神 那不下雨 干旱呢 又埋怨神 那么是谁破坏自然的呢 正是人类破坏了自然 为什么还要埋怨神呢 人真是太饿了 神创造地球的时候 是允许人们的生活 但人类却这样破坏了自然 砍伐树木 树林都没有了 那结果世界各地出现异常气候 因着干旱洪水 台风等频繁的发生自然灾害 不是神远来就是这样的 是人类破坏了自然 造成了温室效应 像北极南极的冰雪融化 冰山呢 总是在融化 水位升高 这样的趋势越是接近墨石 就更加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自然灾害 只要是牛活物行动就能阻止 只是为了使牛活物行动要形成合乎的工艺 例如合乎生心意的艺人 以善的目的恳求调节气候 神就能动员牛活物 不是任何时候随便调节气候 而是所有条件都要合乎公义 大家要知道什么时候合乎公义 怎样才能合乎公义 比如说祷告说 我信主就能得姻缘的 神说这样的信心给你成全 那么有的人呢 为不信的父母要请祷告 还说我信 那并不合乎公义 神是看信心才做功的 那么我就问他 有没有出席教会 说没有出席教会 没有信 但是却说相信祷告就会得医治 那么这样对吗 圣经理哪里说 只要祷告就能得医治呢 他连信都没有信呢 有关于调节天气和气候的见证 事例有很多 是大家体验过的 夏天的正午在野外活动时 瞬间就从四方有云彩聚集 在活动场所上 空出现云层的事也是经常有的 有好多次运动会的时候 风都非常的凉爽 在2001年菲律宾盛会时 有两个台湾接近 一个消灭 一个改变的途径 这也是在记者问我问题 是神按照我的回答来如实做功的 因此能按照我们的计划 在野外成功的举行和盛会 以这样的方式主管天气和气候的权柄 在四火屋当中的牛火屋那里 亲爱的各位圣徒 直到这一讲为止 经过六讲说明了神造的属灵的存在 以及天使和纪录博 但是属灵的世界除了天使和纪录博之外 还有邪灵 邪灵在人类工作上也起很重要 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此也要明白 那么邪灵也是神创造的吗 如果不是神创造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此下一讲再说明 圣徒们大家看过木偶戏吗 只看舞台 好像木偶自己在一度在说话 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木偶的胳膊和腿都有绳子连着 有人来操纵那木偶 就像木偶与操纵自己的人 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样 这世界也和属灵的世界连接在一起 所以知道属灵的世界是很重要的 按照知道属灵的世界的程度 也能得到力量和权柄 另外如果大家深入了解灵界 就意味着进入了灵 进入灵和权灵就有支配和统治 支配灵界的权柄 神赐了亚当权柄 但是因为不顺从而丢失了 现在我们接待耶稣 基督我们的主 越来越效仿我们的主 就能得到属灵的权柄 因此如果大家得到属灵的权柄 那么疾病灾难 还有很多都能控制住 比如大家去了有妨碍势力的家庭 丈夫逼迫了 那么先把仇灵魔鬼的势力捆绑了就可以了 探访的家人呢 探访的工人必须要这一点 要知道灵界 要捆绑仇灵魔鬼的势力 不让他们搅扰 只有这样 丈夫也好任何人都不能妨碍 因为仇灵魔鬼不能搅扰 或者是要击退他 大家要知道这些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了解这些 就会得到很大的能力 所以希望能将创世纪讲解话语 完全当成自己的灵良 奉主圣灵 祝愿大家都能成为 拥有属灵权柄的神的儿女 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 介绍原老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 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 知交会 知商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择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势力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出离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均软弱都退去 光啊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尽进 击退虐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癌滋病 白血病 脑衣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副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瘦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以求父使小儿娃痞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盘 脱出症 被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神经衰弱 等一些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点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 都退去 热气 也退去 法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 也得以接近 以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 此人也复生 求父给 不能怀他的词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求天魔鬼 撒旦 空中掌权的 众邪灵都退去 他的餐也退去吧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假 诡诈的灵 以及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结罪恶 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在央中 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事理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明天使 煮火烟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名则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 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火热爱闪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 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预知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 命求 阿们 我预讨